1925年7月 蒋介石在广东东坡楼险造枪杀 有名卫士客司机一枪没放全被打死 一个月后又在广州城门道遭遇两名刺客 侥幸逃过一天 1927年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 他更是作贼心虚 害怕遭到暗杀 为此 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立夫 想了万全之策 决定给他找一个替身 然而 陈立夫在全国各地秘密搜罗了好几个人选 蒋介石都不满意 这事儿 你不能怪陈主任 你想 给委员长找替身 本来就不容易 首先必须要长得下 其次要绝对忠诚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 他必须得会特务工作 在必要的时候 还能保护委员长 正当陈立夫因为找不到替身 而着急上火的时候 蒋介石突然提出了一个最佳人选 那天委员长在字条上写了一个人名 告诉陈主任 必须马上把这个人找到 说这个人 可以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人 会是什么呢 1934年11月的一天 时任浙江省公安局局长的何云 接到了一个电话 正是这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电话的那头正是陈立夫 他让何云火速赶到南京 不得有误 何云放下电话后 感觉此事非同寻常 对方的口气让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那天老爷回家之后 我感觉他脸色有点不得尽 我问了他好几次他才说 说蒋介石园园长去事从事 这可是美差呀 多少人销尖的脑袋都钻不进去 老爷这机会得了的也太容易了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 esquark 皉上 国立女子 说表会 Space 雑色 雑鹹 雑色 室友